入手 咱们你不说好特别好 差特别差吗 OK 咱们先聊聊 首先聊聊这东北的最牛逼的 就是二人传 你看这二人传 你怎么评价一下 讲讲 得对不怕 也不是我得对 来得给我下套 我就复合一下 都是他说的 来说说吧 因为我去东北 也去了不少次 但是说实话 我呢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人 没去过东北的喜悦 也没有去过 看那种比较色情的二人传 我东哥不是不想看 但确实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 我本来的去 完了之后 东北的歌厅我也没去过 这是实话 很遗憾 但是确实 讲讲这二人传 他们说 只要这二人传 全是低俗的东西 是吗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一次都没看过 但是我听说过 但是我也知道 因为身边 好多东北的朋友都去看过 我是他们叫我去 我从来不去 因为我觉得 就很low 就很low 就是那种东西 在我看来 就是说 当然我们成年人 也会 咱们也是闲的 没事 也会扯一些 断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 带一些黄色的断的 小断的 但是呢 东北的二人传 在我看来 二人传教会吧 我听说还得 交付 对 教会 交付 啥啥啥 我也不知道 主着吧 就是那个 就是赵本山 把二人传给乘托起来 是吗 对 知道吗 就是北京前门这边 有一个叫什么 就赵本山 刘老公大舞台 就北京人没去过 北京人没去过 我东北人也没去过 好像全是游客去 但是近几年 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像特别的荒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身它就是一个 很低俗的一个东西 就虽然我们说 不能说装逼 所以得说高雅的东西 但是这低俗的东西 也分年龄段去看的 比如说 你去看美国大片 看美国的片子 或者看国外的片子 它都有一个限制级 就是说 你多大的人去可以看的 我觉得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东北很多傻逼 就是带着小孩 家长带着小孩去看的 就是真的玩上哈哈乐 你知道不 我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你知道不 然后我就觉得 他妈的真的是 有的 因为有一些那个 后来他们出了很多盘 就是那个光盘 我看过那些光盘 然后有的小孩在下面乐 然后大人带着 然后大家都知道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俩傻逼在台上 谁比谁傻逼 他们好像就是给大家一些看法 就是他们以自残 或者自嘲自讽 对 而自己下作的形式 来博得大家的一笑 对 就是那没有下限的 没有下限的 就是侮辱别人 没有下限的侮辱别人 或者侮辱自己 或者是拿讽刺一些残疾人 或者是你比如说赵本山的小片 他就是讽刺 这个确实海外的很多的朋友 这不油管吗 海外的很多朋友 这个赵本山 这个拿这个财心人的做事 确实有很大的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 原来我根本就没在乎 原来我是 我确实也比较认识浅薄 我也没在 我觉得挺逗 后来从那个海外的朋友们 跟我聊天 他们说你们 干嘛要认为赵本山很好玩 他那儿讽刺残疾人 你们觉得好吗 我突然又从另外一个层次 来审视赵本山这些小品的话 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你比如说 我们春晚了 春晚里面 忽悠 这池怎么来的 就从那来的吗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 你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对吧 你就给老百姓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弄得我他妈现在呀 跟我东北呀 几个发小 断交了 就直接拉黑 微信拉黑 别的别联系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呢 就学会忽悠了 就不诚实了 不诚信了 没有诚信 但是他的那种忽悠呢 就是在那上去 他觉得好玩 我觉得很无聊 然后呢 你比如说赵本山那个忽悠 卖拐吧 还是什么 就忽悠 忽悠完了之后呢 他没有 他没有任何惩罚 对吧 就那个小品结束了之后 他没有任何惩罚 就是他 就结束了 然后我当时就傻了 我知道传递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对 你到底要传递一个什么价值观 难道大家都他们去忽悠去 忽悠了 马上大家就很开心 然后我把你骗了 然后我把你忽悠了 我就觉得我智商比你高 我觉得特别傻逼的一件事 所以说赵本山那一代 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但是也带来了后来的 后续这段反思 那么后来 紧接的就是小沈阳 小沈阳我觉得 他的小品可能更加单纯一些 就更加单纯的 纯为了搞笑 但是又比二人转的 要稍微的上一点档次 我这么解释 你是觉得可以吗 没觉得他上档次 还没有觉得 还是觉得 就是说东北人 应该很老爷们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娘炮 对就是很多娘炮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我挺喜欢文松的 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 怎么说呢 国内就是很多男人 就在我看来 就是挺娘炮的 对 就是说他第一个呢 也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不知道 他到底是 比如说我认知当中的 一个男人 应该有担当 应该比较男子看的气概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可能他们是为了 逗大家乐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东西呢 你就是怎么说呢 有个度吧 你不能有的时候 他他没有没有度了 那我觉得现在的 像东北一些 小品的团队特别好 比如说沈腾这个团队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牛逼 您说呢 像夏洛特烦恼开始 这电视特别牛逼 所以所以我觉得 发生过我们这批人 都能看得懂 能看得懂 就挺好玩的 我觉得幽默呢 和搞笑是两个概念 我曾经就有人就问我 你东北人特幽默吧 我说 我说您说的是搞笑 还是幽默 我操 你连幽默和搞笑 都没分清楚 你就别跟我聊了 你知道吗 我就跟朋友说 我说 幽默是要有一定内涵的 搞笑 或者是说那种 那种他们所谓的那种 那种幽默 在我看来就是 那你说周立波算是幽默 还是搞笑 周立波啊 算搞笑 搞笑 他不算幽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拿了一些 相对来说 有点敏感的东西 来说事 但是呢 你再往深乐去聊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 就是很搞笑的一个人 郭德纲呢 郭德纲是有东西的 有东西的 对 因为工底是有的 你看比如说相声 在他在郭德纲 这个最最没落的时候 这郭德纲给 这个就重新 那什么了 而且郭德纲的 这个相声的工底 还是挺牛逼的 我觉得 非常牛逼的 非常牛逼的 说实话 现在为什么人家感觉 就像东哥 你是指的这边 你们他们牛逼来呀 对吧 你说不过人家 郭德纲可以在相声界 笑 这个就跟我在武林界一样 我又嘴笑 那说到这个人物 咱们就继续 那么前两年 我说了就比较火的 比如像那个 艺人我饮酒醉 那样的 天佑什么的 这就是网红的 好像把快手给捧红的 全是东北人 我他妈上快手 我发现了 百分之八十 全是东北人 对 他们说中东北的 那个三大 支柱 支柱 那个快手 然后烧烤 二人转 我忘了是什么了 那个 那个 那个说了一个 东北的三大支柱 这快手 确定为单人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东哥呀 原来 我也觉得快手挺low的 实话 对不起 对不起快手的朋友 我也挺low 但是呢 我一想也上个直播玩玩吧 就我就就上快手了 刚他妈说 大家好 我徐晓冬 我操 马上一个黄框 内容涉嫌违规 操他妈给我下架 跟我气的 所以我对快手恨之入骨 他们说那东哥 你对抖音呢 抖音是起码封了我 第三次之后 我才开始恨之入骨 先开始还好 因为我还能发 那有一百多万的粉丝了 一百多万粉丝了 就巴达抖音 给我掐了 这让我生气 但是就是这个 网红经济来说 我觉得确实好像 东北人在网红方面 比较下功夫 因为没事干啊 对 就是无聊嘛 没事干 不是天冷没事干 就本身那 这些人就属于无业游民 就没事干嘛 那你说的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东北 因为我去年啊 前天我都去东北 我觉得经济是比较萧条的 是经济是比较萧条 但是我觉得东北的这个萧条 那就是有很多种原因了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说 那共和国长旨嘛 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东北的所有的 比如说煤炭呢 石油啊 木材呀 粮食啊 都是以低于整个市场价格 去支援全国的嘛 对吧 那我们也 但是我觉得东北人有一点很好 就东北人其实挺大度的 就在这方面 全国都黑东北人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就是确实我发现 就是现在东北人真的是 原来是山东人闯关东 现在东北人闯天下 我到过的中国的城市 包括偏点的新疆的 克拉玛丽什么的 好多都有东北人的身影 尤其比如我到三亚到海南 下飞机 东北人的出租车 想吃饭 完了之后 打东北 东北情 东北乡 东北这一家人什么的 全是东北饭 完了之后 去歌厅 全是东北的 男孩女孩都是东北的 哎呀卧槽 弄得好 怎么又来东北了 我逃不开东北了 那北京全是东北的 太可怕了 没办法 因为整个东北的这个经历环境 确实很糟糕 现在 你像 我是99年来的北京 在两人是 然后呢 就是说 我算出来很早的了 我17岁就出来了 那就到北京来 北漂了 北漂一逐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东北人 以前出来的不多 就是都比较安逸 然后呢 但这些年 确实出来非常多的 近10年吧 对 每年流失非常多的人 那是不是东北的 有能力的人 都不在东北了 也不能说 有能力的都不在东北 但是呢 没能力的都得 就是说 没能力 或者不是没能力 就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想要改变自己的 或者是改变自己生活的 或者是改变自己人生的 那就都出来了 我听到这么一句话 就大家也别生气 东哥呢 只是听说来聊一下 说现在东北 没太多的经济的机会 有钱人呢 都不 就是出了三海关 就有钱人 不会再投资了 是这样吗 很多商人 不再投资 东北这些地方了 你比如说 头有点时间贺港 房子 现在好像两万块钱 都能买一套房子吧 两万一套还一瓶啊 两万一套 一瓶 你当北京周边呢 北京周边没有两万一瓶的 没那么便宜 都玩这个 北京周边 周边也没那么便宜了 河北那么也贵了 那个两万一套 因为它什么呢 它是这个资源型 赫港在哪啊 黑龙江 那么多牛逼的一城市吗 黑土地 然后它那个 它那个能源没了 资源没了 它就完了 这个城市就完了 它也没有 就是东北没有在 可在 这个民营经济 基本上在东北 好像就没听说过 好像是 因为他们说 一般在东北 我问了 说混的不错的 什么人啊 就是 公 公务员 就家里有关系 爸爸是这个 什么厂子 或者这什么局的一个官 儿子就进来 完了之后呢 孙子大了慢慢也进来 就在这个体系混 混吃等死 我觉得这会合适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都 复合了我这种说法 是吗 对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人 我同学什么的 你看那些 就是在这老家的混的 有好多就当公务呐嘛 但是那些不牛逼了 现在一月 挣他们两千多块钱 三千块钱 但是他们说 就是有在东北投资 比如说投资一个厂房 今天工商查你 明天消防查 以后再税务查你 后来环保查你 就是各种各种查 后来那老板也就去 别查了 我他妈走吧 是这样吗 对 他是 他没有南方人这种 就是经营的观念 和这个开放的意识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东美 投资一个什么东西 他真的吗 是 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像这东三整 还是缺少一个 领导性的人物 去重新的治理一下 很难 我觉得东美的 在我看来 就是说 从经济 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这里 文化呀 还有这 那是不是说 东美是属于是 背心了最多的 其实我也觉得是 很多小粉红 带着这个 带那个 带着袖章 嘿呀 嘿呀 味道挖挖挖 好像都是东美话 东美口音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烦这帮傻逼 我说东美你这帮傻逼 我就骂 我说我身边都是东美朋友 但我也骂 我这帮东美朋友 他们也是很惭愧 好像是这样 这不是北京不也 这 对 熊猛那傻逼 是吧 对 什么 叫穷忙 穷忙 穷忙 这傻逼 北京不也这样 所以我跟小东 我们在北京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东美人都傻逼 我你们北京人都傻逼 对对对 我们俩就真的 对 我说你们东美人都傻逼 后来当我认识了一些人 就改变了我特别大的一个感法 一个就是 那个老梁 那个梁老师 完了之后 那个梁空达梁老师 后来之后 他的徒弟 其实他的学生 就是我现在的朋友们 就是那个秋实 陈秋实什么的 他的很多 尤其是梁空达老师 那些敢说敢做的作风 就特别好 但是很遗憾 就是说真话 基本上都是被疯了 其实 也不是真话 就说了一些 其实我们在咱们 咱们解释这些话 就是说了一些敏感话题 为什么 这个真实和虚假呢 有待调查 虽然我们都知道了 真相 但是呢 还得说是敏感话题 来粉饰一下 要不然他妈的 都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是这意思吧 我闪开 对对对对 感谢大家资助啊 东哥这10月份 没收入了 在全馆 我们那帮傻缺 把他们电话号码 忘了扔上去了 所以能有资助的 谢谢 咱们继续 我觉得那个秋实 秋实 我也大家也说一声 秋实他戏带呢 我跟大家重分一遍 他本人在油管 在各个推特 没有账号 但是他确实授权了 有一些人 在他给他传书 发一些替他发声 应该是在年底 他会亲自上来发声 这给大家呢 也说明一下 目前呢 不是他本人 但是年底了 就应该他本人上来了 目前呢 这些呢 不是骗子呀 或者不是 只是他的一些朋友 代替他发声 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把具体的账号呢 我也会随后 跟大家也公布一下 那么说完了 就是梁公达呀 秋实啊 还有什么 就是东北的 比较领袖级的人物 赵本山就不算了吧 赵本山 他们不说出了 出了山海关 就找赵本山 有点黑社会的感觉 我先这么办吧 我就问一句 最简单的话 我替全国人民问一下 你们东北人怎么认知 什么他妈叫黑社会 东北就他妈没有黑社会 那整天要看人吗 又要干啥 你干啥 你看啥 看你咋地 是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看你咋地 愁你咋地 愁你咋地 再愁一试试 试试就试试 东北 为什么 就是他们觉得 东北比较乱的 就是我的认知的黑社会 就是有我们小时候 看古货宅啊 然后香港那些黑社会 人家那是有社团的 那是 是有整个公司啊 什么架构的 这种社团式的管理的 那真正的黑社会呢 是在南方那边 东北呢 就没有真正义上黑社会 东北那就流氓 或者叫 就是 几个人形成的小 那你要这么说 东北那个二三十年前 对牛逼的好什么 乔四什么的 乔四啊 那啥逼我操 那 别 我觉得东北人特 我特别不理解的一点 就是说 像这种傻逼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就是犯罪了 他就是祸害老百姓了 他他妈就应该 被法律接受制裁 那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东北人就会拿他 当一个骄傲 我觉得东北人 这个这点 我特别不理解 但是 也还有很多骄傲的 这个 当然我们这里面 不能瞎说了 有些东西啊 好像我发现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东北人是什么 就是感觉很牛逼 但是当他遇到了一个 更比他牛逼的人物 和势力的时候 他们甘愿 立马跪下 立马跪下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封建的那种思想 对 因为他 你像东北 比如说东北计划 那个计划生育 是最早和最严格的 然后东北的粮票 是这个取消最晚的 然后东北的所有的政策 因为当时 共和国长址嘛 那就是所有的 其实中国大多数的工业 就是全部在东北嘛 那很多地方呢 都是工厂啊 他都新生这种管理制度啊 或者什么的 那他传递下来的时候 他有些东西 他就是会很严格 会要求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导致很多人 在东北啊 就是说 比如说以前那个叫铁饭碼啊 那个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 就是 南方人都 继续去经商啊 东北人都是抱着铁饭碼的工厂里上班 然后东北也是最下岗 最这个波及最大的嘛 那东北其实也 也也也也 也这个坑了很惨啊 对东北啊 整个经济来讲 或者包括了什么 但是东北的 他 这个教育 真的是出了很大问题 就是教育 我觉得不仅是东北吧 好像全国的教育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 但是全国没有二人传啊 都没有啊 二人传 其实现在 你去海南 你去海南那些喜悦 二人传也特别的多啊 天安海角全是 那个呢 就是彻底把一个人变得不要脸了吧 嗯 就是一个没有底线吧 他是无底线的 就是这个这个秀 就在不断的在上面秀底线吧 就是突破这个底线吧 那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不要脸的 就比如说 咱们这么多年哥们 我哪天变成一个那种忽悠的 天天跟你忽悠 你会跟这个人交朋友吗 可是当你发现你身边全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恐惧 所以我现在很少回东北 说实话 那你就是来辨别一下 比如说十个东北人 你认为这个十个普通的东北人啊 当中有多少是那种 呃 是正常的 有多少是他们二逼神经病的 有多少是干正事的 多少不干正事的 比例啊 比例 我当然不配不怕被东北人打死了 咱就说 不会吧 我们这不是黑地狱黑什么 我们就是因为 东哥就找的是东北的朋友 咱们就是聊聊 就是纯聊 没有说任何地狱黑 我非常喜欢东北 因为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 然后我非常爱爱东北 我去那边最冷的时候 零下38度 冻死我了白天 但是你要知道东北的 你吃过东北的大米吧 好吃对吧 东北的粮食啊 东北的东西都非常好吃的 你像东北 为什么就没有南方人会做菜呢 因为东北的食材非常好 你比如吃茄子 就是茄子味 土豆就土豆味 豆腿味 我在南方根本就吃不来 这些味道 东北的菜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它不会添加那么多佐料啊 比如你去重庆 四川 那边它会加了很多佐料啊 什么辣呀 什么怎么样 调啊 然后把这个味道调出来 那东北的食材呢 就是它这个菜的本来的味道 或者这个食物的本来的味道 就非常好 所以东北呢 有很多好的东西 那我非常心痛的 就是说 东北有很多好的人 有很多牛逼的人 但是呢 好像 我问十个东北人 好像没几个人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太敏感了 换个话题吧 然后呢 就是包括 包括你说这秋实还好 这些人 秋实还好 不是特别的敏感 对 这些 不知道老梁现在干嘛去了 我不知道 也很少能得到消息 但是我就说 这些人 当然老梁是公众人物 他东北人就知道的多 他做的中一节目 做的多一些 但是比如说秋实这样的 就是年轻人 然后呢 代表的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东北另外一个 一个一种人的 就是给你另外一种感觉吧 就是像你以前认识的 东北人可能是什么 我以前认识 因为都是做赌场打手 黑社会打手 你说我这认识的 但是感觉 其实他们就是 我总觉得 说实话啊 东北人全是善良的 但是呢 就是进入到了整个国家 这个这个大的国家体制 各个地方 这个染缸里头 把本身比较纯 纯 就是比较空白 咱们不能说善良吧 就是 其实就比较单纯的东北人 给染进去了 染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东北就是 我头一代时间回趟东北吧 然后呢 就发现很多人都喊着口号那种啊 喊口上 就吃吃饭啊 灭了这个 灭了那个 很傻逼 对 我说先 歇逼歇逼 我说你啊 他妈顶着算个流氓 流氓最多是 最多你撑死了 敢玩命 有信仰的人可以不要命 我说你啊 就是赶紧坐 老老实实的啊 别吹牛逼 真的 那你们说 比如说啊 东北人 就是说你 更喜欢俄罗斯人 还是更喜欢日本人 还是更喜欢韩国人 因为你是吉林的嘛 可以是 适中的说一下 我觉得呢 当然俄罗斯就 咱就不聊了 就是排外了 就是排排排除的 因为整个俄罗斯 就叫我看来都是流氓的 都是流氓 目前也是这么说 就是很少 很少 当然人也出了很牛逼的啊 就是这个作家 什么乱七八糟 当着顶级大师啊 什么的 我也看过一些东西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 他没有什么有益的贡献 泰勒斯人 没有吧 我操 到现在我也没发现过 什么有益的贡献 帮助了新中国的建设吗 他他妈拆个 那点东西还回来行吗 我操 你知道当年那个 我们台湾啊 运走那些东西 被他们俄 苏联啊 抢走那东西 是他们多少倍 这是他的言论 我也不知道真假 但是呢 我也没有具体调查啊 就是所以我说多少倍 有可能啊 但是我只是觉得 也是看了一些资料 那要这么多句话 就是韩国 日本 东北人更喜欢哪 东北人去日本的很多 日本的很多 对 那东北 因为原来是满洲国 可能跟日本的 渊源更多一些了 嗯 他们说 很多是东北的老人 再老一辈的啊 很多人都会说日 对对对 因为当时日本呢 那要占领东北之后呢 他要他要用文化来来统治这个地方 所以他要他要他要用文化来入侵你 就是说让你学学他们的文化嘛 所以呢 但是他们日本人傻逼了 他们家是学他们中国儒家族来的 他们是他们从唐朝那时候学我们东西的 他们没学没学明白呢 所以他们想通话我们 就是这 好像是真的 东北人去 去日本的特别多 我知道的好像就是几个地方 东三省 上海 上海 就是江浙 完了江浙福建 上海女孩去的多 东北女孩去的更多 对不起 还留哈拉了 不好意思 男的也多 我是说 东北 不是上海是这样 上海是男的 好像去日本的不多 女的很多 东北啊 上海 上海 女孩多 但东北去 东北去日本呢 真是男的女的全有 对 都有 我差点当时就 我妈还问我 你是娶过去还是嫁过去 没有 我是 我后来跟我妈说 我说我那时候 小 小分青啊 小 你懂啊 不是乐意去日本 对 我说我去那边 能不能活着回来 我就别去了吧 那后来后悔吗 也没什么后不后悔的 不是到北京认识你们这些兄弟吗 人家说你现在在上海 那就是北京跟上海在东北人员里 就是北京更适合东北人呢 还是上海更适合东北人 我觉得北京就不适合人吧 不是不是 有道理 有道理 其实我他们也挺 也挺我们北京人过的都他们挺郁闷的 东 记得那个我我当时走离开北京的时候 你们还都都说我说 哎呀 也亲也亲不到你 你干嘛要走啊 对 对吧 说 说那个 我怎么了 就是 那当时我我就最早说 我说哎呀北京已经不适合我了 我就觉得走了 北京 像你说的不适合人 其实也没有这么恐怖 不适合 不是 一声叹息啊 好像北京就是 北京现在不是北京 叫首都 哪个人 那时候咱们北京人聊北京事专门开一期 今天咱们开的是东北期 咱就聊东北 就说在东北人眼里 也就是说 在东北人眼里 上海更适合人 更适合吗 对 上海 但是我这么可以认为吗 就是在上海更适合于有文化 有思想 有一定的手艺的东北人 但是北京更适合 怎么都能混混的东北人 是这么说吗 北京也不好 因为你去北四 你去南四环以外 这些歌厅 那基本上全是东北人的天下 那那那住哪啊 这不让住 那那那那南五环以外 那歌厅也给地方住 歌厅给地方住 万一哪天都不给歌 那就就就就就就走了嘛 走了之后 还什么都不能带走 这哎 就一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呢 我们身为北京人就一声叹息 你为东北人也就一声叹息 那上海不也先号吗 你开去上海的车什么也别扭啊 是别扭啊 所以我从来都没觉得 我只是斩住啊 你知道吗 我到哪都是斩住证 你明白吗 我当时记得我当时 您有斩住证吗 办过一切 上学的时候 在北京上学办过一次吗 在北京办过 在上海你有办吗 没有 上海有斩住证吗 上海应该有吧 我觉得应该有吧 反正我就觉得 大家可以有关部门查着 你没有斩住证 你在街上走 不行好像在中国 好像都得有一些大城市 都有斩住证 没有的话 是不是把你牵返啊 不行我就走呗 在这换个城市 那上海你觉得 你能暗居下去吗 暗居下去 上海也不行了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啊 我是这样一个人 我特别反感 就是说有一天啊 就比如说 我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突然发现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不是唱的那个唱的 那个唱歌那样 说欢迎你 突然有一天发现 这个地方并不欢迎你的时候 我不想让别人去说 或者不想让别人主动来说 你就静静的离开 我就赶紧走了 那你下一步要去哪个城市 下一步 逐渐的往南移吗 黑龙江省海南市 海南市 我操 我觉得但是你看 去年最多的就是海南的视频 就是东北人偷菜 东北人那个开车骂人打架 就是特别多的不良视频 但是其实我对中美人没有任何的就是敌意 但是就是确实是那段时间 全是东北的视频 在那的 你得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了吗 刚才那个话题没说啊 就是东北是两极分化很严重 好的就非常好 不好呢 可能就非常不好 所以呢 给人的感觉呢 就可能就是东北的事情就比较多 而且东北的三个省 三个省呢 现在人口呢 1.2个 1.2个亿吧 也算 也算人口很多了吧 对吧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说 他不像南方这边的文化 就是比如说他 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说南方是中间的人很多 就比如说学习还可以 然后呢 也和老师 然后呢 学习也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或者怎么样啊 就是这样的 那东北呢 就是非常非常 两极非常那什么的 那你属于什么样的人 我属于优秀的东北人 没没 谈不上 根本就不优秀 跟优秀半半钱关系没有 我属于是被逼的 那这么慢吧 古今中外 你评选出五个最让你佩服的东北人 来吧 太 没法聊 那个除了敏感的不能说 其他的你说吧 像什么林彪啊 彭彤为什么呢 你都可以说 那也不是东北人 林彪啊 对了 林彪是湖南人吧 林彪 对吧 对还真不是东北人 那你咱们总不总吗 梁胡达算吗 对 诺尔哈赤啊 什么的 诺尔哈赤 他妈算你佩服的 对于我们汉人来说 操 这就是 侵华战争啊 这是 哎 我满足的 他是 他是满足的 那你们他妈的 就是 啊 就这么说 你们入侵了我们 汉族人 统治了我们汉族人 几百年 对吧 对啊 那我操 谁 谁 所以咱别 别那个 我觉得 这个汉族人 别吹牛逼说什么 好像那 成绩是汉 也是我们的 根本跟我 半百千关系没有 是吧 那蒙古 胡必烈什么的 也是跟汉族人 叫元朝就不是中国 对吧 对 那你要这么说 清朝也不是中国历史了 对 但是现在被 清朝被彻底 这个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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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了 那大家就变弹一切 那孙中山当时喊的是复兴打鼠 那个驱逐打鼠 复兴中华嘛 那长城 以南见过 这个跟 长城以南见过 对 跟小日本的通信啊 跟小日本啊 都被 网上有 有 有 我看过一切 也就说这个 这 咱接着说 你最最喜欢的 啊 诺尔哈赤是吗 就是你认为不错的 没 成吉思汗 也不算东西 那那就是谁啊 说五个人 你说我听听 哎呀 五个人还真的很难说 这有 有 有很多话呢 有很多 那不能说 不能说的 你就别说 说能说的 我倒合了 五个千 不能说的 对 麻烦了 你多少给点意思 说说说出几个来 嗯 说说几个 我也想想啊 他妈的东北人 我喜欢的五个 咱们想想啊 梁洪达 完了之后 其实修实的 是算是山东的青岛人 但是他出生在东北 咱就算一个东北的吧 不是 东北 大部分都是山 山东人后裔 对吧 嗯 东北很少 真正的东北人 就是满足啊 那你就真正的东北人呗 对 你以为我满足 很吃香 我们 我查了一下 我家那个主谱嘛 那好像是这个 平山翻打 吴尚桂的时候 去云南了 守边关去了 然后从云南 又就守了好多年 边关 又就再回来的 好像是这么容易 对 所以不是那个 我们看那个电 这个电视里面 什么满足人 怎么那么 这个怎么那么 满足人挺惨的 我说 因为满足人 觉得汉族人太 太弱 太弱了 这 这十万铁骑 就把你们踏平了 就是你太弱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守边关的事 就基本上不用 不用你们汉族人 就是我一算 这个中国的历史 这汉族人 真的挺弱的 因为我查了一下 近代史 比如说 像明昌的七几岗 七几岗抗击倭寇 真的就是四五百个倭寇 咱们得上万兵力去围剿 还被人家打下了好多城市 然后人一名无几的 哥尔拿刀捅你 卧槽 你还打不过人家 最后好像 这是沿着了个什么政法 还是什么 拿大杆的去捅人家 对 有这样 所以说 这个以后 周四一交 日本就挺牛逼的 我被配什么 佩服日本 他就是 你没发现吗 他好像近代 就没有被侵略的国家 有啊 除了美国 不是那个 但没打下来吗 对啊 就说 就说没有成功侵略过的国家 对 而且一个弹丸的地方 能有他妈这么坚强 完了之后 能造出亚洲第一的军事强国 世界第三的军事强国 就弹丸之地 这个大家没有深思是怎么回事 这个明治维新之后吗 人牛逼了吗 我们杀逼了吗 明治维新 对 就是一些像西方的去学习这些东西 人家人家是 是认 低下头 彻底的跟人学 我们是原来牛逼 我们老主 对对对 我们老主 周四的时候一定要聊 这他们的 从日本的足球就开始入手 因为因为我记得是在 包括建国初期 还是之前 民国时期的日本足球 都跟史一样 被中国脚踏 建国的 建国以后也被人脚炸 七八十年代 也被他们脚踏 对了 从九年代开始 我们省睿 听的人都跟马一样 对 后来就被决起 就很多事 我觉得还是骂日本人的同时 必须要研究日本的历史 日本的历史和近代史 真的是让人很惊讶 它是飞速的发展 就像你说的 它是叫明智维新吗 对 明智维新 明智维新之后 之后 彻底的 包括很多历史 有一些历史的佐证 对 历史佐证 说这个孙中瞻 包括这个民国啊 什么的 都跟那个 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民国其实没有 民国其实日本最炒蛋的 最最炒蛋的 就是我最恨日本人的 就是他把民国给打没了 把民国给打没了 对 就是他由于日本的当时的清华 导致着中国 这个民国就彻底弯大 当时日本清华的时候 是国民党时期啊 这里面反正有很多 就我们俩属于是历史的 半调子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建议 我们有时候瞎比一聊 首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们只是一个东南辣平的 聊天的一个 就是这个比较那什么 也不知道比较敏感 是吧 不知道怎么说 敏感是你说的 我也没什么大事 是吧 就是比如孙大炮啊 孙大炮 孙中山是吧 他们都管家孙大炮 国父 你不能这么叫人家啊 什么时候就成国父了 卧槽 人家都是国父 这个有点敏感了 其实这也不算敏感 他还行 我都觉得他怎么就成国父了 你先把那五个人 你说出来 佩服的谁 说实话 我长得大就没什么佩服的人 我觉得 这干嘛要佩服人 就是你觉得 挺喜欢的 挺喜欢 个性的妈咪 小红 小白 为什么说妈咪 就是东北的妈咪 事情都比较好的 虾辽 比较体贴人的 你知道吧 来喝一杯 我先喝了 大哥你干 对不起啊 开玩笑 就是虾辽 东北的朋友不要骂我 就是人啊 就是你 因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 不是说 我只是喜欢人的 比如说这一个面 因为人有很多个面 比如他 他有他的好的一面 他有他不好的一面 比如说你像 其实这个 比如说这个 就我们就说张志玲吧 那张志玲有好的 他还不错的一面 他比如在民主大议上 他非常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非常尊重教育 当时整个东北的教育 是办的非常好的嘛 那东北大学很牛逼 当时那他有 他也有另外一面 他比较流氓的一面 你知道吧 他统治东北的时候 当时也挺流氓的 有些东西 那但是你 你不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是说非得看这一个人 我就要怎么那么喜欢他 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 他这一方面做的还不错 那比如说你就说 就是但要这么说 从近代史 咱们就说现在 说点敏感的 就现在执政的国家领导人 好像就是国际上的干部 好像没有东北的了吧 我就说目前 他们也别说 十年前第十八代 十七代 十代 就是这十九大之后 有东北的级的领导吗 国级的领导 都是谁 我都不太关注啊 我这人对这个东西 我也不太感兴趣啊 但是东北人做不了领导 做不了领导 我也觉得是 你们就跟北京人一样 北京人也做不了领导 北京好像在几十年前 就没有北京的领导 北京领导死绝了 这个我有话题啊 我敢说 这个北京的领导 确实几十年前就全死绝了 就是其实有时候 我老说咱们什么 被北京人说句话 被我们北京人 办点实事 他妈的 现在他妈的 混成这样 后来我刚要崛起 大喊大叫的时候 发现周边没有人附和我 人家小东小声点啊 你他妈哪个是北京的官啊 你他妈自己看 都他妈的死绝了吧 反正我觉得北京 北方人就不适合 这个这个从政啊 就是做这些东西 那你要这么说 北京还不适合当首都呢 我我我第一个赞同 首都找人啊 去去别的地方 去石家庄啊 去哪了 给天津吧 给天津吧 我这个我就要说你一下了 东北京人这一点 就不厚道了 不厚道了 对对 因为北京当时 当首都的时候 我他北京人其实 占了很多便宜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当首都不好吗 这又开始吵架了啊 我必须要说 北京他妈的 真的没占什么便宜 买房子一样的价格 我们北京人没便宜过啊 这是第一 第二买车都基本摇号 你们外地人都没有资格 你不是买车 问题我们聊 摇号他妈摇好几年呢 而且跟你们一样 后来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他妈租个号 我操 不是 容易吗 你说你去儿童医院 我们家在那边吗 排队 一个操劲 一个操劲 你别说你呀是哪人 东北人 你呀是上帝 你他妈来这都得排队 不是 那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从整个的这个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建国之后啊 北京其实还是 想了很多红利的 就北京人 你别说 江湖之后 我就说现在 现在北京人 有个基本毛啊 有个屁啊 你现在是现在 你城里的停车 你一个停进去 停他妈十分钟 就被开发单 我他妈最惨了 我他妈去当银行 前后不落脚 不料十五分钟 我还跟他妈保安说 大哥你帮我盯好了 盯好了盯好了 出来就他妈一发单 大上大板的贴在那 妈的 也就一分钟过天 还来 那就消失了 那帮人 太他妈操不得了 我觉得这一点啊 你们北京人 就不如我的心态了 你说 我就从来没觉得 我一定是哪的人 我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北漂的无奈 就是从一国他乡 从离开自己的 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了异地 到了异地 哇操完了 你就没有归属感 我们叫我们北京人 我们是有归属感的 我们他妈北京说 别捉了操 我们西志门 哎 我们是东单什么的 一说你们哪的 你木须地 歇逼木须地 奴村 他妈五个松的 去麻菜地 我们就这么聊 你知道吗 北京人特特特二逼 你知道 我看来 有点有点批 你你 哪的人又能怎么样呢 那那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们知道吗 对啊 你看有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北京户口 北京上学啊 或者什么的 都方便吧 那我就说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心态 你必须调整好 就是都是这个 都是逼民啊 都是逼民 不是 问题我们 我们生气啊 就是我真的 真的是很多外地的朋友 把房子卖了 我们 北京房多少钱 卖了 叫叫就没有归属感 你说就是很多人都说 在老家买到房 对吧 过养老 我们北京是 我们北京能去哪 你们大不了 操北京不好 爷走了 什么傻逼地方 走了 我们北京都操 北京不好 走呗 爷去哪啊 我去哪啊 哪好去哪啊 落叶要归根 像我这样的 基本上我也不走 往哪归根 我现在我跟你说实话多 我压根都没想回东北 那你就讨厌东北了 对 我很讨厌东北 我虽然是东北人 我很爱那个地方 但我非常讨厌 现在的东北 让我感觉非常不好 我也讨厌现在的北京 让我感觉特别不好 因为北京人 他妈没有北京的领导 给我们当个父母官都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打算再回东北了 那只是那边有亲戚啊 或者是长辈 回去看看 那我未来我也肯定不会下去 再回东北了 那我不 我未来 我是无奈被人干走 有可能干走 但是我留 我还真是想留在北京 但我希望 就很多那些骚扰 糟糟的事 就别再恶心北京人了 北京人挺惨的 你看 北京人其实就是二环一礼 二三环一礼 那多 现在全他妈出去了 我操 哪还他妈的 城里能看见北京人啊 不是 我觉得你家北京人特矫情 特矫情 你说 我们比你苦 苦逼多了 我们说了吗 全中国人 还有东北人 我们说了吗 全中国人也 其实 不是 全中国人啊 是这样 因为东北确实 有些部分人 做一些 北京人相对来说 北京人相对 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的多 在别的地方 别扯淡 别在别的地方 骂人啊 别扯淡 少 少 少吗 少 少 真的 你遇到几个了 我遇到 比如说 三个视频 有五个视频 那起码有两到三个东北的 一个是北京的 是这种概率 就是不太好的 北京人口多少 北京人口得一千多万 就是北京常 就是本地人口啊 就是不算是外地过来 你的意思就是 东北人口一亿多呗 对啊 你这是 你我这一亿多 你这是一千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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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遇到一个就 就就已经很高了 比例 对对对 但是总觉得吧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活的也 就说白了吧 你们憋屈 我们活的也憋屈 都憋屈 那憋屈 没办法 反正因为你是 避免 那所以说我们 就是我的观点什么 就是可以继续的BH 但是你不能剥夺 我说话的权利 对吧 我们得说话 这是 这是宪法里的规定 对对对 我们就是自由 你看 终于我跟东北的哥们 有一些共同点了 就是希望我们一呼吁 能不能说改变什么 但是我们有权的呼吁出来 咱就直接这么 还聊一个事啊 那你说吧 看来不一般了 我有的时候会很尴尬 比如说东西说 这我发小 指着我说 我一张对东北口音 你知道吗 哪的东北的 怎么就跟你成发小了 那咱们几个算是发小的人 我就问你很现实的问题 就说这个刚才咱俩说这事 自由 有几个 自由的真正懂自由的含义的 在这片土地不是特别多 不是就咱们身边这几个 咱们身边真正懂自由的 其实也就是一小 一小半 我觉得咱们 也就咱俩能聊的 还拖点吧 那还好 我觉得我比你更懂一些 对 你比我懂 因为我三次查 我三次查 谁比谁懂 没关系 你这一次都没有 来 大家看 他叫李锐 身份证号是 坐在那儿 报一下 该查查一下 当然要是喝茶的话 推荐给官部门 去上海找他喝茶 你知道吗 他不在东北 身份证号你报一下 上海住哪来着 上海 我现在本来不打算在上海了 就准备要接着走 别别别 就现在斩住地上海哪 现在斩住地上海 家定南乡 家定南乡 什么区域几楼几号啊 这个你别别别 别报太行 没事啊 现在人脸识别 你跑不了 我这倉银子都跑不了 你呀也跑不了 我一下根也没想跑 有一次啊 一个朋友就问我 说你怎么这儿不好 还是不好 你走啊 我说我不想找我 对对对 这是本来就是我的地方啊 我的地盘啊 对吧 这就是我的地方 对吧 我干嘛让给傻逼呢 让给那傻逼是谁 你告诉他 我喝点酒 算了 其实今天我们这 今天这个节目啊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一个东北人 一个北京人 闲聊 无事 因为好久没见了 但逼一下 我也会发到YouTube 看的人其实不会太多 但是只是说 就是我们 我以后还会经常的 发这种的视频 就是让我们这种 逼民的呼声 出现在一些 可以出现的地方 反正国内都把我删了 等于我把你带在一块 带到国际上了 你知道吗 就是让国际的人们 看见我们 我们还是在里头 还是有一定呼声 有一定呼声 另外呢 目前东哥过的还可以 完了之后 过一段时间吧 又又又比赛 要挺努力的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 我的东北的朋友 还有很多朋友 我会以后陆陆续续的 有很多的话题要聊 就请过来 比如说咱们最后 今天总结一下 总结什么 就是你看了前天 那个什么 永春被揍的视频 我看了 来你聊聊 聊聊聊聊 我总觉得 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有点同情 那个丁号 就有点同情丁号 对我有点同情丁号 就是人傻逼到 他真的江西人吧 你说江西人很聪明吗 我觉得挺聪明的 但是 对为什么出现这种傻逼呢 像你说的 还是人口比较多 出现一两个傻逼 一点都不稀奇 反正 关键你没看见 那个虞昌华 丁号被打晕了 虞昌华直接捂着脸 这你妈全是 无眼睛无脸 我全世界 我没见过哪个 他妈的人 能做出这种傻逼事来 只有在这个神奇的国度 你比如说 你养一条狗 你出去遛狗去 然后对面来 狗啪牙狗掐起来了 掐起来 你狗也伤了 你狗被那个大狗也伤了 然后你醒醒醒 我没事 你醒了 接着看 太牛逼了 我当时觉得 这个可以这样 这个真的 你看这是一个 不练拳 不练任何拳的一个哥们 能说出这种话 我也是没想到 另外一个 真的比喻太牛逼了 真的 我也没想到 虞昌华这么傻逼 让丁浩被打成狗一样了 清醒一下 行行行行行 接着看 接着看 还让他看 怎么想的 所以我就说 你自己家养个狗 你都不能这么干吧 等于丁浩连狗都不如了 我有点觉得 真的 所以我说 我现在有点同情 你知道吗 就说 虽然这个 虞昌华挺狗的一个人 但是 也没这么干的吧 真没想到 所以就是我真的 你没想到中国武术 能如此的神奇 和傻逼居多吧 对 所以我觉得 人性太幽暗了吧 卧槽 这他们的 人性太幽暗 而且我觉得就是 你 那你觉得 丁浩 这次打完之后 你感觉 中国武术 你还能相信吗 说实话 以前 实话 我们这好哥们 就瞎聊 以前我跟小冬 有一些争执 那时候我也 二逼是在你家 我被洗脑洗得很深 后来呢 就抑郁症了之后 大家看书 看了很多书啊 然后很多价值观 很多东西 开始慢慢有些转变 然后呢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中国 那武术有吗 如果有武术 我们满足 当成十万铁骑 踏平东远 够够他们 你们打的吗 你们号称 一个打十个的主 对吧 我们十万人 就把你们灭了 你告诉我 所以说中国的武术 真的只是出现在 金庸古龙 一道 东哥 就一直是这么认为 也是一直打假 通过打假 给大家展示出来 好了之后 今天就到这 到这吧 感谢我们的上海的 东北吉林朋友 李锐 完了 我们的这视频呢 有些时候呢 有点敏感 所以我会删减了之后呢 再发上去 为什么希望大家理解 因为这段时间 是比较敏感的时间 等到东哥 打一些好玩的比赛 的时候给大家 呈现出更好玩的事 完了之后 再一次感谢 东北吉林的那个 李锐的兄弟 漂泊在异地 再也不回东北了 是吧 偶尔会回去 偶尔会回去 行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完了 请关注周四的东哥 蜡评 日本片 第一集 好了 这是 是华尔玛 这是配本 完了 大家 谢谢大家的资助 完了 可以订阅一下 东哥好像也挺牛逼 创造一个小奇迹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中国墙内的男子 完了之后 七月份开的油管 我是七月份开的 八九十三个月 十万 十一万了 十一万了 我觉得也挺牛逼 但都是很真实 我说的事和做的事 全是比较真实的 我觉得 YouTube朋友 还有包括 能看到这些 看到东哥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因为 真的 不是说因为我最好的哥们 我去支持他 而是我希望中国 出现更多许可动物 更多这样东哥这样的人 因为各个行业 都他妈太假了 太别假了 行了 谢谢大家 完了之后 来了密集吧 我们都是 逼民 完了之后 人民万岁 自由万岁 我造势他的 拜拜